我的小宝 我的爱车呀 小奶猴 我们很快就要到家了 这是你第一次跟我一起回家过年吧 爸爸妈妈一定很喜欢你 前面怎么这么多啊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爸你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啊 前面的 能不能快一点 我爸心脏病犯了 再不去医院就来不急了 我也想快一点啊 我老婆生孩子等着我回家呢 关键是前面堵得水切不通 实在走不了啊 怎么办 爸爸 你可一定要坚持住啊 爸 怎么这么堵啊 我相亲对象还在家等着我呢 好不容易找个条件不错的 再不到家这亲事又得滑了 哎 八年了 我都八年没回家过年了 再堵下去 今年除夕又得让我妈 孤零零一个人过了 爸 爸 您醒醒 快醒醒啊 爸 救命啊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爸啊 兄弟 赶紧把你爸背到我车上来 我这汽车会飞 我送他去医院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我说真的 不信你看 小黑小黑 在哪儿主人 打开翅膀 好的主人 这就打开翅膀 开启飞行模式 妈呀 会飞的汽车 这样的时刻拥有一辆这样的车 简直比拥有全世界都幸福啊 兄弟 快上来吧 你爸的情况不能再耽误了 好好好 经过堵车的源头 侯天宇无意间瞟了一眼 看到好几个摄影师围着一个美女在拍照 原来堵车的源头 竟然是为了给一个女人拍照 太荒谬了 这么多人为他一个人的行为买单 就没人管管吗 看到这一幕 侯天宇非常生气 于是将他们送往医院之后 又开着飞行汽车折了回来 而这里拍照的几个人依然纹丝不动 我说你们几个到底行不行 怎么没一张照片是我满意的 张女士 现在是冬天 您要的那种炎炎夏日里又蠢又玉的感觉 实在很难实现 我们耶分为难啊 那就再多拍几组 我就不信了 老娘这么美 还拍不出纯玉饭了 我说后面怎么堵的水泄不通 居然是你们几个在前面停车拍照 你们到底缺不缺德 现在可是纯玉期间 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着急回家过年的吗 够让你闭嘴了吧 继续 你们继续 不打扰了 拜拜 我说你们到底拍完了没 拍照也不知道挑时间挑地点的吗 知不知道你耽误了多少人回家过年 够你买个名牌包包了吧 哎呀美女这么漂亮 多拍几组不用客气 放心 后面的人我来搞定 我先回去选包包了哦 我说你 赶紧滚 不是 你 这总够了吧 我不要钱 什么不要钱 你分明就是想要更多吧 赶紧滚吧 再不滚一分钱都没有了 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就你钱多事吧 有本事拿九千万亿来砸我呀 九千万亿 你小子说什么胡话呢 我猴天宇拿钱砸人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呢 跟我比 你还嫩着点 给我听好了 我不管你是什么富家千金 还是什么网红明星 我命令你一分钟之内赶紧开着你的车 现在立刻 马上离开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小子 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这可是堂堂刘家千金 就他开来的这辆超跑 就够你奋斗一辈子的了 就是 趁我还没发火之前 我劝你识相的就赶紧滚 不然我保证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你还剩下十秒钟 你还没完了是吧 五秒 给我闭嘴吧你 三 二 一 时间到 既然你不愿意自己挪走 那就让我来帮你吧 你想干嘛 我这可是全球限量版的宝牛 价值四百万 蹭掉一块车漆就够你倾家荡产的 我看谁敢动 区区四百万的汽车 你也好意思拿来装批 这车 我收了 喂杨林 直升机就位了没有 少爷 直升机已在您附近 不超过二百米的位置就位 随时听候您的差遣 行 抬过来吧 按原计划行事 好的少爷 马上安排 很快 出境开了几辆直升机 哇塞 同时出现这么多直升机 简直太壮观了 赶紧拍下来 老婆你看 是直升机 一定是来疏通拥堵的 我很快就能回去了 我的小宝 我的爱车呀 你凭什么把我的车扔掉 你凭什么 凭我有钱啊 你不是最喜欢拿钱砸人了吗 那我就用你最爱的方式 还置其人之身吧 这是一千万 够你买两辆同样的汽车的了吧 多的二百万 赔给你的摄影团队 唱通了唱通了 交通终于唱通了 这下终于可以脱单了 太好了 老婆坚持住 我马上就回来了 妈 我回来了 今年您终于不用一个人过年了 小姐 我们该怎么回家呀 加油 哎哟你嘛